大家午安 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還是非常的炎熱 南部很熱 北部有一些局部零星的午後的局部的熱對流 南部預計在明天還是一樣的高溫 要預防中暑 那近期沒有下雨的機會 有也是很零星 要解決這個旱向的條件 恐怕真的還要等等 請大家特別注意 事實上現在在中國的南方有封面的持續的發展 我一直很擔心說這個封面是不是跳過台灣了 往北走了 不過這個封面其實他會上上下下 但是他通常就在台灣這個地方開始 一直往北到這個例如說北海道的時候 大概就到8月初的時候結束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典型 5月到8月我們東亞一個很特殊的天氣的現象 但是很可惜這次的封面到台灣這邊就沒有下來 所以整個的長期的預測喔 這個藍色的代表是雨水比較多 這個紅色的代表雨水是偏少的 如果有些比較中期大概一個多位的預測都看得出來 哇這邊的雨勢還蠻多的 這個就很符合典型美影封面的特性 台灣這邊就很少 所以 現在有的預測是真的齁 提醒大家做最壞的打算 這個就是最壞的打算 我們還要再撐一段時間 或許就要撐到颱風來 所以請大家真的要解約用水齁 如果從短期的這種預測來看的話未來一兩個禮拜 的確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南方齁這邊持續有美影封面 不斷的在發展當中 已經算是當地已經算是入美了齁 不過在台灣來說的話目前沒有一個徵兆是 典型美影封面的特徵齁齁 都在我們的上面齁沒有下來 希望他未來齁在南北擺盪的過程當中有時候會 少過來會帶來一些降雨 不過現在來看的話整個短期的預測都還看不到這樣的現象 所以提醒大家要心理準備 做最壞的打算 這個可能呢是不是可以 支持齁撐大概還要一兩個月的這個 偏少的這個降雨 可能五月份 跟平均值也是偏少了非常多的機會是非常的大的 請大家要提高警覺齁 那當然啦這邊可能還是有些擾動會發展 等人到五月底會有些變化 我們一直在等待這個變化的時機點 可是現在整個環境來看的話大概都看不到有好的結果會出現 所以還是請大家提高警覺啦齁 那台灣天氣呢今天在南部齁 靠山去這個地方特別熱 其實這個地方齁很特別 例如說像美濃高雄美濃 或是說台南這地方 有一點這個吹南風齁 當地很局部的 山谷的那種熱的 沉降的效應這個都很局部齁 不然的話你沒辦法解釋一個地方為什麼38度 這邊32度齁整個地方差很多就有一些很區域的 地形的特徵齁 這可能要當地去看才會比較了解 我很想去看一下 但是說真的那地方 真的為什麼那麼熱 我也很難理解 38度齁 這麼樣的高溫 但是事實上量出來就是如此啦齁 那台北市呢也到32度了 預計呢整個 明天呢 天氣跟今天非常的類似 未來這幾天呢大概都很難有這種午後的熱對流會發生 所以大致上呢明天其實大致上有發生也是就是一個很幸運但是大多數 要下不下的齁悶悶的感覺 只有靠很山區的地方會有些震雨其他地方呢 都還蠻清朗的齁明天應該是乾乾熱的一天 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其實都是很類似 所以都不容易有下雨 那溫度呢 越來越熱齁 未來越來越熱這是北部 北部跟東部有一點像越來越熱齁31 32 33 就夏天了齁請大家可以把東衣 該收就收了啦 東衣我說是最厚重的衣服啦 那留個這個長袖一些就可以了 短袖呢 這個可以準備大清朝而出了啦齁 那中部呢其實也是很熱 32 3度 清晨呢地位24 5度南部呢26 7度 上午的溫度呢都32 那如果有些地方可能會到37 38度請大家注意的 所以你看大致上呢 平地的溫度呢沒有那麼的熱齁今天晚上但是山區就真的很熱 然後整個 溫度的晚上明天白天呢就是熱起來了齁 這個都是指的是都會地區如果在 靠近這個邊邊三邊這個地方就是熱區反而在這個地方 很特別的熱齁當然那個 以前我們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地方有那麼的熱啦 你現在車站越來越密集當然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一點點 所以請大家南北齁如果你要去旅行的話那麼熱很熱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37 38度 真的是很熱喔 請大家真的要注意一定要提高警覺喔 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字幕志願